香港差响物业股价储偏制的楼价指数已经连升两个月 一月份微升,二月份升多一点点,算是升势比较明显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CCL更是连升三个月 由一月至三月,而且幅度愈升愈大 香港土地不够,这是人人知道的事 去年八月至十二月楼价之所以下跌 完全是因为股市下跌带来的短期影响 现在股市回升,楼市也跟随回升 要真正解决香港楼价不断反复上升的问题 唯一的方法是提供大量的土地 现在搞政治的人正在辩论明日大罪的田海事项 特区政府需要向立法会 要求撥款6000多亿元用作田海 反对田海的议员说者是倒前落海 新加坡立国以来从没停止田海 当然,这些人选择性地不参考 新加坡田海的经验 新加坡独立至今五四年 没有停止过田海 如果田海是倒前入海 新加坡政府早该破产 相反新加坡政府不但没有破产 更是愈来愈富有 田了海的土地可以卖 卖地收入肯定远远高于田海的成本 田海是一本万利的行为 实际上 香港特区政府根本不必向立法会拿前田海 应该学习香港机管局 发行债券田海 香港机管局田海建第三跑道 不必向立法会要前 而是自己发行债券筹前 债券畅销 认购拥有超额 特区政府也的确可以如此做 发行田海债券 将来田海后卖地 完全肯定仍有不错的盈余 无论如何 就算成功田海 田海的土地最早也得10年后才会出现流防 在这段日子前 香港土地供应不足刑事问题 也因此 地产股市目前最佳选择之一 特别是拥有大量农地储备的行地0012 行地用大量农地直博 啟得跑道地皮折标 结果游会得封0020 新世界0017 行地及中国海外0688以99亿元中标 赤价1.37万元 算是便宜 不久前会得封 行地向海航收购啟得的另外几幅土地的赤价也是如此 而跑道土地将来建成的流防景观更佳 也应该更值钱 估计将来在这幅土地上建成的物业 会为上述四家地产商带来不错的利润 会得封与行地收购海航的土地 再加上自己成功中标 已经在啟得累积了大量土地 有一定的垄断地位 啟得土地百分百是政府的 在规划上更方便 也更趋向理想 数年之后会是许多人理想居住地区 美国发生长短债利率到挂之时 利率到挂从悲观角度来看是担心经济衰退 以乐观角度来看是加强减息的预期 减息也自然对楼价有利 对地产股有利 对地产股有利